我看了Persential的影片 其實已經留意了她一年了 初初覺得她很兇 因為她糊糊 但是慢慢慢慢跟她接觸的時候 其實有事情實在是OK的 想到她之後不知道她去哪裡的時候 那一刻我就決定收養了她回來 但她需要減肥 這個真的需要減肥 而且可能初初人家覺得黑仔比較兇 對人不友善或者對狗不友善 其實我親眼看到的並不是這樣的 可能說當時在Persential的範圍 有其他狗經過 她會覺得這個是我自己的範圍 你們不可以進來 但當我慢慢慢慢看的時候 再放回去入籠的時候 其他狗在旁邊經過都會糊 但出過來沒事的 嘩 很多啊 我都養了十幾隻 但都會糊的 但比之前進來的時候好很多了 都可以一隻走直過 就出花園去廁所啊 去玩啊 但那些狗走過都沒什麼 但都需要時間 我想就是希望可以養到牠中路的 其實我覺得給年老的狗 因為我相信每一隻年老的狗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家 包括黑仔